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本课叫做华人教会的家庭施工 那我们这一门课里面有八位同学 他们八位顾者都有很丰富的侍奉经历 那我觉得当老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assign出去 所以今天就底下的时间 又有这八位同学 其中当然我属于其中的一个家庭 所以他讲就等于说代表了我 而且他是我的遮盖 所以这八位同学来讲说是很适合 那我也看到其实今天我特别邀请了 他们的配偶 所以有些配偶是在我们当中的 我真的是很honored 每位服侍牧者的他们的配偶 真的是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 给你另外一半很大很大的供持 那我们有一段经文 好像刚刚洪欣应该帮我念的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很熟悉的在约书亚记的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念好了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的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内边 和在安静所侍奉的神 主要去侍奉耶和华 我说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内边所侍奉的神 是你们所在乎这一年要命运的神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是的我们的主题就是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就有请以下八位同学 我们做生命的见证 我们家庭事工一直在讲说 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在家庭里面 怎么样常常的塑造一个环境述说生命的故事 在神的故事当中 每一个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其实就是他的故事 所以我就不多说 接下来由八位同学为大家呈现 他们每一个人讲单大约六分钟 都是很精简非常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的题目呢 我请同学们从这两个题目当中来选 第一个是对我们全家最有影响力的一节经文 或者是服事生涯中我家最美好的一个故事 就任选一个题目 分享六分钟 很精简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的顺序呢 是按照繁体字的笔画顺序 性子 所以是在王牧师、仁牧师、若和师母 吴牧师、林牧师、晋牧师、杨牧师、赵牧师 大概是按照这个资讯 好 我们第一位就有请王牧师、王牧师 我们准备大家平安 当然我的笔画最少 今天我要分享第二题目 就是在家庭的侍奉里头的故事 这个故事一件事情 是一个 连接起来的一件事 我2000年的时候呢 回到台湾侍奉 就在台中侍奉 我们当中做牧者的人 大概有这样的经验 为了侍奉 会有异动的搬家等等 所以我其实是要讲侍奉跟搬家 我在台中侍奉没有异动过 不过呢 我住过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 是在神轩处色 我要讲是从两个方向来看 这个见证 一个方向呢是家庭的适应 另外是上帝的供应 家庭适应呢 所以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环境里头 很快适应 第一个在神轩里面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校园 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呢 在那个地方 很容易给他们跑来跑去很开心 所以这个是很感谢神的事啊 那么孩子小的时候读的幼稚园 也是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 也在神轩的附近 那上帝的供应呢 就是在那里不需要担忧住的问题 因为神轩宿舍 后来神轩卖了 就必须要搬家 那还在神轩侍奉 所以搬家呢 就要去找房子 很奇妙的事情啊 就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说 我们家楼上啊 有人要租 我就赶快跑去看了 看了以后呢 所有家具什么都有 所以就在神轩要被拆掉以前 就很顺利搬到那地方去 那上帝做的事还是很奇妙 孩子还是很快就适应 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落差 他们住神轩宿舍的时候 把那个神轩宿的取名叫做白色王国 为什么白色王国因为墙壁都是白的 那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租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们就给他取名叫咖啡式王国 因为那个家是墙壁都有顶木头 那木头是咖啡色 那我说伤点奇妙是因为呢 搬到那个地方去 有两个场所特殊 第一个他在大学的旁边 所以我跟我孩子很容易可以去那里 骑脚踏车去那里运动 想都没有想过 那个校园当然比神轩校园还要大 因为大学 第二个很奇特的是 我家站在那个房子往下看 大概就是跟外面停车场距离 那个地方就是我孩子后来的幼稚园的地方 所以他永远是最后一道 因为太近了 就是楼下下去转个弯就到了 但是他很享受因为很快乐的那个时间 不需要让人家再来再去啊跑很远 下课的时候很容易把他带回来 所以我很感谢神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预备 但是事情变来变去很难说 我说我侍奉从来没有改变场合 那为什么还有第三次住到其他地方去 因为房东突然跟我们讲他房子要卖了 那这个房子要卖了 合约根本还没有到 但是在台湾有一些人是比较 我不知道用这个字好不好 喜欢 就是说他不太讲规矩的 他认为他要这样做就这样做 你也不太想说不然照合约来 打官司啊什么太麻烦 我就想算了 我们就去找 他就跟我们说大概一两个月内你要搬走 所以上帝也很奇妙 就去找到最后呢也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这次呢旁边有公园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那个地方 然后孩子要上国中 我小的要上国中了 他走路也可以到 大概十分多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走到学校 所以上帝很奇妙 他走路的过程里头呢 那个路上 如果有人熟悉台中的话 那个路上两边就是像绿园道一样 他很容易可以走然后到学校去 侍奉的地方还是没有变 所以他还没有上国中以前 其实我们就搬了 那小学怎么办呢 神学院换的地方啊 隔壁就是小学 他就是在那里读书 所以他跟我一起去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我是还没七点 就到神学院了 因为孩子那个时候在打棒球 他都是七点以前就要报到 所以我都很早去了 然后他下课就把他带到办公室 等到下班了再一起回家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就看见 不管环境怎么样变动 有一件事对我们家很重要 孩子认不认识自己的信仰很重要 不是我强迫他 不是我告诉他你是牧师孩子 你应该如何 所以他们也不在教会里头 觉得压力很大 好像自己就是牧者的孩子 反倒是给他一个相对健康的环境 他们说很容易被人家注目 但是被人家注目不是一件不健康的事 因为他说很多时候是 人家看到这些孩子 是因为关心这些孩子 就关心我的两个孩子 而不是因为牧者的孩子 特意去注目他们 好像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太好 给我感谢上帝 如果要讲什么样的恩典 侍奉的见证 讲家庭一头 我就会讲到住了三个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的时间到了 跑到美国来是另外一件事 不过下一位请任牧师 各位老师 同学 谢谢黄老师非常美好的见证 我想在我短暂的十几年的适逢历程当中 对于我这个家庭最有影响的一节经文 是在适逢的处击阶段 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也是约瑟雅的名言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的我 那这些经文 我和师母 一直被鼓励 也被激励 那不过呢 十多年的时间的侍奉 难免呢 有时候要遇到许多的挑战 甚至带来一些挫折 所以这些经文呢 好像所带来的力度已经有限 那虽然是我侍奉的热忱 或者是心智没有改变 但是呢 毕竟还多少有一点点受影响 那感谢神的是在几年前 神又借着另外几节经文 不是一节 我发现时间久了 一节不够 发现变成了三节 这三节经文 就是真言书的三章五到七节 你要专心仰卫耶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华 远离恶事 那这三节经文 进入到我的心里面 深深地触动着我 因为在这十多年的 侍奉历程当中 实在是有许多的感触 若是没有上帝 若是不坚定地仰望他 这条路真的是很难走下去 本来是满腔的热血 或者是满腔的热忱 或者是有神特别的引力 但是侍奉的客观的环境 不断在磨砺着一个新鲜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现在不如以前新鲜了 我给自己的定义不太确定 我不知道是自己变得成熟了 智慧了 还是圆滑了 那 anyway我看到我身边的 一些牧掌 也是很难给我带来激励 甚至我觉得 他们可能真的比我有智慧 甚至我觉得 他们或许这样行 真的是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 就好像如同我们今天来研究 家庭所面临的这个时代一样 有这么多的问题 是否我们真的要降低一定的标准 要一些原则我们不要 我们就要迎合这个时代的需要 客观环境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问题 但是 我又想到了大卫 他说 谁能寄居 对不起 谁能寄居 神的圣山 谁能 anyway 谁能寄居 神的帐务 谁能 住在神的圣山 谢谢 大卫 八字鱼 心肠肺腑的 这样的声音 也在提醒我 他说 唯有形式公义 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所以我很难 构同 我看到的一些现状 很难认同一些行为 所以 当我看到 和经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神的三节化 就进入到我里面 重新激励 给我带来 坚定的信心 那就是 当专心仰赖 一个话 不可依靠自己的从命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这前面的两节经文 给我重新带来 基地和盼望 后面 这一节经文 给我带来的是 对自己的反省 对这十几年 侍奉的反省 我知道 我需要对我自己 也需要有更多的认识 我要认识自己 对自己的现状 困惑 和内心的挣扎 有更多的 看见 以至于能够更加的扩宽我 来迎来 迎接未来 更美好的挑战 所以感谢神的是 这几年来 这几节经文 跟我师母一同来领受 一直到现在 我们持守仰望 也不断地反思 我们生命中的问题 这几节经文 如今也成为了 我们家的家训 我想一定要 势在传承一下 谢谢 谢谢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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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各位老师 同工 大家平安 平安 我跟我先生 在结婚之前 快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去参加 不是参加 我们就去 介绍我们的一对宣教士 跟他们一起进晚餐 进晚餐的时候 然後我們就發現他們全家一起吃飯的之前 先讀經 禱告 然後才吃晚餐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就決定從我們結婚開始 我們每一天晚餐之前 我們全家一起讀經 禱告 然後吃晚餐 這個幫助我們數十年榮譽 我們就是這樣做 成為我們的家庭祭壇 我們當然各自有各自的禱修生活 我女兒出生之後 從抱在懷裡 她就跟著我們每一天晚餐之前讀經 禱告才吃飯 所以到小學四年級 那時候全校 全班 全教會 兒童主日學 要鼓勵小朋友一年讀聖經一遍 小學四年級 他是唯一那一年 在整年每一天讀經 寫寫禱修筆記 讀完一本聖經的 她就拿到了金鞭 這個皮面金鞭 有拉鍊的聖經 她第一本她贏得的聖經 是這樣來的 後來我那時候是在學校教書 所以有一些我們的同工 有些學生 我們就常常會邀請他們跟我們一起 有這樣的一個一起吃晚餐 一起有Fairship 我們也是這樣做 所以你常常激勵他們 他們覺得 哇 這樣子教你生活非常的好 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姐妹 單身的姐妹在學校教書 跟我們一起住 她有一次就跟我講 她說我一直不敢結婚 因為我對婚姻非常的害怕 因為我的父母讓我 我不敢踏入婚姻 可是我跟你們住的這幾年 我重新對婚姻有信心 我說你不是看到我們有的時候也有爭執啊 她說但是我看到你們怎麼處理 我看到你們怎麼樣用信仰的原則在面對 所以這個姐妹的跟我們住了幾年 她就是回饋給我很大的一個國務 我們後來從台北搬到花蓮 搬到花蓮之後呢 我沒有想到我們家的女兒碰到非常大的衝擊 這個城鄉的差異非常大 文化的差異 加上那個時候她是青春期 所以我們面臨很大的挑戰 那個時候的服飾 我先生那時候在大學教書 所以我們參與是教會的服飾 我們是從小組長後來是區長 那我們也發覺 哇在小組當中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夫妻的問題婚姻的 各方面的問題 我們其實因為工作也忙 然後呢各方面的我們覺得挑戰非常大 所以那時候我們除了晚上一起吃飯前讀經禱告之外 我們特別為我們的主人還有為我們的牧者為我們的同工一個個提名禱告 所以我們開始每一天除了為我們的家人為我們的家族 也為我們的服飾同工每一天一個一個提名禱告 不但是為他們個人為他們的家人一個個提名禱告 所以這個成為我們在服飾當中非常大的恩典 因為我們就發覺很多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因著禱告 因著同心禱告 聖禮就奇妙的工作 所以我們從小組長後來區長後來我先生蒙昭去念神學院 回來他從傳道後來做牧師 我們人我們就圈子越來越大 我們就常常有的時候一天禱告不完 我們需要分段禱告 那這個在我們的服飾生活當中成為我們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剛才講到我的女兒搬到花園去之後呢 我們兩個是很快適應 但是她青春期的孩子 因為她整個好像濕根的蘭花 突然從一個大城市 突然到一個偏向 她非常的不適應 然後再加上很多的這些很多的衝擊 所以我們也跟她一起面對這些的衝擊 也一起要面對很多的這些包括這些文化上的 包括教育體制上的 也包括在很多層面上的這些的衝擊 後來我的女兒16歲的時候提前離開我們 到台北然後到美國 那她碰到的衝擊更大 但是我們也發覺她從小是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從小我們幫助她讀經 禱告 我們也幫助她 門訓她 因為我把我女兒當成小門徒來訓練 那但是當她離開我們的時候 世上她自己要面對她生命當中很多的問題 她離開我們 不在我們的遮蓋之下 她到台北 特別到美國之後 語言的差異 文化的差異 特別住在不同的家庭 不同家庭教養方式 彼此對待關係的 太多太多的衝擊 太多太多的衝擊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 每一天為她守望禱告 我們求神幫助她 不再是父母給她的信仰 而是她自己 要從她自己的經理當中 去認識這位神 去經歷這位神 所以我們除了為家族禱告 我們除了為服侍的同行禱告 我們更多的是 每一天為她守望禱告 在過去這些年 我們就發覺她跟我們Email的時候 有好幾次非常深刻的對話 這些深刻的對話 包括她 包括信仰的問題 包括哲學 因為她知道爸爸喜歡哲學 所以要討論哲學的問題 也討論很多的這些層面的問題 我們也發覺她慢慢的成為一個非常有思想的 反思 當然她自己也面對她所處 她的處境的文化處境的信仰處境的 很多她自己要面對的挑戰 我在2017年來到美國 來正道理念書的時候 我們家就變成分隔三地 但是我跟我的先生 還是每一天我們約的時間 每一天一起通過FaceTime 我們一起讀經 一起禱告 我們一起分享 所以我在美國 我這個駕照是第三次才通過 在第三次考試的時候 我真是面對非常大的衝擊 那我後來通過的時候 因為那個是通過的時候 台灣是半夜一兩點 那我想她已經睡覺了 所以我就傳LINE給她 我說我通過了 我知道她為我禱告 但是我想 然後她就馬上打電話過來 她說我為你守望禱告一直到現在 她不敢打電話給我 問我到底有沒有過 但是她就為我守望禱告 我非常的感動 我每一門課程 非常緊迫的時候 她都為我守望禱告 所以我每一顆報告順利通過 有些還得到老師不錯的嘉獎 那時候都是她在問我守望禱告 那我們家還是面對 繼續還是面對前面的挑戰 但是我覺得感謝主 這個家庭的祭壇 即使我們分隔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神是我的神 我們也相信我們未來的道路 未來的生命 神一樣過去怎麼保守 現在以及未來神仍然持守 恩愛我們 我們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就是這樣子經歷過了 許多的春夏秋冬 還有酸甜苦辣 把一切的農藥讚美歸給神 謝謝 下面再試個徒步思考 感謝主 有機會在這邊分享 實在是感謝正道 這個禮拜在家裡我稱彭老師 真的都是彭老師 不同的身份 其實很感人就是淑琳跟我 我們一起在教會裡面 把很多很多她的一些在家庭裡面的 一些做法 她幫助我提醒我 我們一起帶進到教會裡面去 所以在前面一兩個教會的服飾當中 很多很多很crazy 現在回過頭來很好笑的一些畫面 很值得留意的 真的是用我們這個小家 教會要像個家 我們就這樣的在那裡經營 另外一塊我也很感恩 也因著正道讓我有機會這樣的一個學習 在上完大概第一門課第二門課之後 班上的同學 竟然讓我們有機會去參加一個彩虹飲 謝謝光熙牧師 我跟三個同學在同一個寝室 然後在那裡朝夕的相處 那我也在想 神讓我享受另外一種所謂 教會像家 原來有這麼好的同工 讓我去經歷 能夠分享很多生命當中 服飾當中 個人的一些征戰 彩虹云是很不錯的因為 弟兄們姊妹們可以好好的考慮 另外在不久前 神讓我有另外一種經歷 還是同學 跟洪庆牧師 既然能夠軟臥也住 硬臥也住 然後還有機會 因為都是硬臥軟臥 所以白天就要找個地方洗澡 我們兩個也能夠坦誠相見 我就發現 好像是教會 像個家 慢慢的在同工當中 神也讓我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那感謝主 這一陣子的學習 特別就是這三天來 彭老師 帶領我去思考另外一個 更嚴肅的 以前他提醒我什麼是家庭施工 身在其中有時候不大感覺 會需要被提醒 可是感謝主 這幾天他提醒我的 怎麼做學問 怎麼去看 涉野報告 怎麼去看圖表 壓力還是蠻大的 還是當真的 感謝主 這是一個研究的態度 這是一個研究的態度 也在這過程當中 神讓我慢慢去想 特別還有一件事情 如何把家 church a family as a church 那我在想 是的 很多的學習 很多的環境 讓我們不論是在中國大陸 政治的打擊 以至於教會需要面臨一個 如何鼓勵弟兄姊妹 真的把信仰帶到你的家庭小組裡面 另外我們也發現 在自由的地區 我們也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你在家庭裡面 你不談信仰嗎 你不活出信仰嗎 今天教會好像 不是那麼好的功能 在那裡發揮 很多年輕人 我們都好像都流失了這一批 那家庭如何向教會 所以感謝主 如果你問我 這個故事就是宣教的故事 那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去到中國 孩子沒有討論 跟著我們去 兩年在中國的服飾 有一個很深的痛 就是孩子 青少年的孩子 那樣的一個反叛 那樣的一個不能夠了解你的心 會跟你講 什麼上帝叫你去 是你自己要去的 那在那樣的一個衝擊當中 我們繼續的服飾 那可是我在問神啊 你要帶領我們做什麼 所以當時離開的時候 我們很感恩 神也提醒我們家庭的重要性 孩子在不同的階段的重要性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個禱告 若主許可 我們會有機會再回到那一塊土地 十五年過去了 我們不久前 再一次踏上那一塊土地 神也透過同工 讓我看見神在那裡奇妙的工作 那一次兩年在中國的停留 我家的那樣的一個宣教 有不同的看見 然後我也有提醒 可是我回顧 在2012年 在2012年很感恩 我全家那時候 大女兒已經進入到大學 小女兒高中畢業 那我們很感恩 就在那一次 我有機會參與在一個短宣隊 我們全家四個人參與 那一隊是十四個人 七個弟兄 七個姊妹 那十四位弟兄姊妹 我們回到台灣 又要分享故事 所以讓我又回到過去了 看了很多的圖片 相片 影片 也在那裡想說 哇 神 當時是怎麼過的 那麼緊密的節奏 可是我很感恩 我看到的相片 跟我的大女兒 在中國那兩年留下來的相片 那個面容完全不一樣 是充滿了喜樂 充滿了自信 在那裡一起的佩搭服侍 那我感恩 因著神 讓我有機會在服侍當中跟隨他 那也看到家庭跟宣教 這兩個神放置在我心中的鋪招 讓我有機會 也在學習如何真正的陪伴 自己身邊的家人 那我想在宣教的學習當中 我看見了神如何把這樣的一個機會 放置在我的生命當中 那這一段經文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提醒 至於我的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我感恩 當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應說 我們斷不離去耶和華 去侍奉別的神 我們一定要侍奉耶和華 我們願意做見證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我們的神 聽從祂的話 一而再再而三 可是我了解 在不是的過程當中 我們或許也有那樣的肯定的話語的回應 可是多少時候 我們還是軟弱的 我們還是軟弱的 可是感謝主 神讓我們 能夠彼此鼓勵 能夠在家庭裡面 透過 透過神 在環境裡面興起的一些環境 提醒我們 如何在家庭裡面傳承我們的信仰 我也相信 不單單 我們不是孤單的 我們還有很多的同工在身邊 我們還有很多 很好神安排到我們身邊的這些 對這些好的同工肢體 弟兄姐妹提醒我們 教會是個家 家要成為教會 我想也是我自己個人生命的一些學習 時間太短了 謝謝大家 所以潘老師如果我講兩個故事 會不會被扣分 會增加你的故事 我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我 2006年發生在我自己家裡的故事 2006年年初的時候 我故事的股東 因為股東之間的不合 因為我當時 嚴少輕狂狂妄之道 所以在年初開股市會的時候 幾個股東就聯手向我發辣 他們抓住我上演眼鏡裡面的一個問題 逼著我要離開故事 不然就跟我打官司上法院 那我剛開始想要反看 但是後來我發現說 其實這是一個一定不好的局 因為原來支持我的股東 還有一些社會關係 要不然就很明顯 你們站在卡門那邊 要不然就是很委婉地說 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你們自己處理 我不想過 所以我後來知道說大事已去 所以我就只能順服股市會的安排 然後我就在家裡休產假 然後把公司交給一個公司來管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 很professional 的一個做法 就是為了公司的形象 就會讓你安安靜地離開 你不知道再回來 那我就想到說 我那時候在家裡的時候 我自己在休產假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的感覺 我那時候真的知道 什麼叫做人走茶樑 什麼叫做強盜重能推 你真的知道嗎 我在想我那時候的感覺 我自己的心動是 我像一個被調到獵人陷阱的一個獵物 掉在那個陷阱裡面受傷痛 憤怒 想要反抗 想要跳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在裡面 好 轉轉轉 我躲在家裡面 不想下去見任何人 我甚至有一次我想要自殺 我開始在告訴公司 我想要自殺 我覺得自殺了這些是贏住 不會有這些 不會有那個嘲笑 這些都不會 就是我問到時候就是一個很關鍵 我不知道怎麼走出來 但是很感謝主的是 我有一堆敬請的爸爸媽媽 我爸爸媽媽沒有說 就知道這個事情 他就來找我 來找我 我爸爸沒有像我想像的那樣 他破口大罵我 不聽我講 告訴你自己 我媽媽也沒有派生探 他就告訴我 他說上帝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禱告 然後他就要求我做一件事情 每一天晚餐吃晚飯以後 依了我來他們家 依了他們來我們家 我們就一起讀經 一起禱告 所以那時候每天晚上 我們吃晚飯 不是我去他們家 就他們來我們家 我們就一起唱詩歌 然後我媽媽就會帶我們 我們家 我媽媽是屬民生病最好的 所以她就帶我們讀聖經 然後要不然 有時候我們也會聽一些 把牧師的講道 聽聽牧師的講道 然後就一起禱告 就這樣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 就是一個多月的時間 其實是我 我從小就叫我長大 但是這是我一生中 花最多時間 去讀三文化的時候 我第一次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我生命中所有的問題的答案 聖經裡面都有 我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的聖經 這是很多故事 我那一次我即時明白 我生命中所有問題的答案 聖經裡面都有 我知道什麼叫做 我最明白什麼叫做 不要貪愛世界 人若愛世界 愛福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我明白什麼叫做 貪財是萬惡之根 人若他戀權財 就被引誘於了真道 用許多仇物把自己刺透了 我真的明白什麼叫做 能賺的全世界 賠償自己的失明 又有什麼益處 後來就是在這個 後來大概 我就上一個月 一個多月的時間 後來我媽就討仗我 她說你有想過去讀升學 來福斯神 2006年 我那個時候做 Wong Story 很殘的故事 因為有人 發握過預見預言 什麼東西 後來她說我那時候就回 所以我2006年 我就來能夠讀升學 然後就開始留下來福斯 一直到現在 這是2006年 發生在我家裡的故事 第二故事是我福斯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的是2009年 還是2010年的時候 我的 我福斯的一個弟兄 他是一個沒有身份的 新一名在這裡 辦政治庇護的時候 他的職場 他的太太孩子在裡面 他是做專修的 他得職場 他就不能工作 他生活完全沒有依靠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教會就 我們無需就發動大家捐錢 來幫助他 他的生活費 住宿費都是我們出的錢 但是他還問我 我家裡還有太太孩子 他們都沒有工作 都靠著這裡寄錢 我覺得 他們要怎麼辦 我說你從來沒有告訴他的太太 你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他說沒有 他說我不敢跟他們講 怕他們受毀了 我說一抽 他說家就是要這種時候 就是要一起來 經歷上帝的時候 一起來祷告 他說他太太孩子都還沒有幸福 我說那你更要跟他們講 我記得我今天坐在車上 我就一直跟他們講 我說我堅持一堅持 一定要跟你加一個人家 他答應你 他告訴我太太 他太就一直這樣信主 然後我還記得他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很早了 2009年 那時候還沒有無疑信 什麼都沒有 他們就是 那太太也去教會 他們在天津 去天津的教會 他在這邊教會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他告訴我他們 在一起電話 就用電話打電話卡 你才電話卡 就在講說 你今天在教會聽到什麼 我今天在教會 聽到什麼 就這樣子 感謝上帝 上帝就這樣扶持他們 這麼多年走過來 他的職場還後來好 他現在還很健康 還在我們的教會 兩年前 他的太太孩子來美國 他太太跑來找我 跟我說 關心公司 他說我要來謝謝 他說謝謝你 那個時候提醒我 逼著我先生 一定要他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他說出於我們今天這家 才不一樣 其實我想講的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在這裡學 Church as a family Family as a church 教會是家 家像教會 我跟彭牧師說 教會像家我都在做 我天天就是要 我希望把教會營造成 温暖來家 但是家是教會 我其實有點抵觸 我覺得我白天頂接教會了 回家還是教會 我為什麼要這樣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其實大家沒有這樣一個概念 我說大家沒有意思 我說弟兄你們沒有這個意思 也沒有這個能力 Family as a church 但是其實回去的時候 上帝就讓我想到這兩個故事 一個是我的故事 一個是這個弟兄的故事 上帝設立教會 上帝問我說 你覺得我設立教會的目的是什麼 我個人相信 上帝設立教會 在第三個目的只有三個 第一是對上敬拜上帝 第二是對你彼此造就 第三是對我彼此造就 我覺得當我的媽媽會帶著我 一家人來敬拜的時候 當我的媽媽願意跟我來分享 神的話的時候 我就被造就了 我就被造就了 但這個弟兄 其實這個弟兄 他是一個很不成熟的基督徒 但是他願意把福音 講給他家人聽的時候 福音就傳給他家人 This is family as church Family as church 不是我們有做多少花樣 我想到他做了一些花樣 我覺得很難 但是Family as church 最重要的是 你的家庭是不是實現上帝 設立教會 在地上的那個目的 對上敬拜上帝 對內彼此造就 把福音傳給人 我覺得如果不會這樣做 Family真的就是church 其實church是什麼 church不是building 就是上帝呼召出來的一群 所以我覺得Family as church 不難耶 雖然我沒有意思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做了 我的家人已經在做了 這弟兄已經在做了 我想講的是不難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兩個故事都是 在家庭遇到很大的困難的時候 我們才Family as a church 我希望Family as a church 可以變成一個日常 每天的日常 等一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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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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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是有 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家庭有文化差異 然後上學有學校的文化差異 我們兩個最早決定說 孩子上學一定要很開心 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樣 為了學習而忙碌一生 結果到上小學之前 我們什麼這個 只去了幼兒園幼稚園 讓他們太開心心 結果發現 一到小學的第一天 學校老師就說 他們怎麼什麼都不知道 就來學校了 結果別人都上完一年級才來的 後來我們就發現 格格不入 忍耐了三年以後 14年 我們決定說 明年開學 下學期開學 我們不去學校了 哪怕在家裡待著 我們就不去學校了 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進入到了 在北京開始的最艰難的 沒有學校 然後轉入到 五六個家長 開始的一個家庭學校 或者是開始 後來進入到了 Homeschooling 然後我們老二就開始說了 姐姐不上學 我也要不去 後來我們好 也不用去了 你選的 不是我們來的 從那個時候 老二開始 又到了三年級 進入到四年級的時候 又開始回到了家裡 然後進入到一種 家長制的 一些家長輪流教學 一直到上到高二的時候 上來給我們開了路 有機會他們來到北美 或者是再去到 公立學校 老大一直沒有去公立學校 直接找到社區大學 所以我們家庭裡邊 其實特別強調一個價值觀 就是我們不隨波逐流 也不選擇和這個社會一樣 可能有人認為 對家庭教育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或者是不太認可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因為家庭教育是對孩子 無論是信仰還是父母的和孩子的關係 非常好的一個教育模式 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教會開始服侍一些麻糞病患者 這些麻糞病患者的時候 我們說有人邀請我們能不能住學 我們決定住學十個孩子 我們一些人也去過麻糞村 之後我每年至少會去一次麻糞村 在這次的時候我五月底回國 馬上又去禮堂麻糞村 並且和我們教會有四位同子 每五位 我們在麻糞村搭帳我們住了一晚 這是保持在很多年的 我們在宣教 或者在服侍一些住學孩子的傳統 後來我們想 住學了一年兩年以後 這些孩子每照片貼在教會裡 我自己都不認識 那是禱告的時候 上帝跟我們說 你們要不要把他們接到北京來 我們在教會裡推動 經過艱難經過痛苦經過反對 我們還是接來了以後 跟我們的孩子一起吃住 那時候孩子說他們太髒了 會不會有病 我說沒關係 爸爸和他們在一起 給他們洗澡 給他們撿指甲 後來我們孩子 跟他睡在一個被窩裡 這樣現在沒關係以後 他們走了以後 我們又忘記了 那我們說再怎麼能記住他們呢 我們再去 我們又帶著孩子 帶著教會的弟兄姊妹 再去到麻糞村 把孩子叫出來 我們一起住在賓館 然後再叫出來 陪他們一起在社會上玩 我們怎麼吃 他們怎麼吃 我們怎麼住 他們怎麼住 我們住什麼樣的環境 吃什麼樣的東西 坐在一個被窩 還是給他們撿指甲洗澡 我們的孩子和他 慢慢成為了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家 我覺得我們家有一個價值觀 就是無論是父母做什麼 孩子一起做 無論是父母幹什麼 讓孩子一起去看 不是我們在做一件事 是我們用生命來陪伴這些人 一起走過他們的生命路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先講的這句 至於我家 至於我家 畢竟是和別的華 這是我第一次講到 這是我的太太的一次祷告 好 喂 是這樣的 我是在北京生活的 信主的時候 我的太太之前 她是在一個民訓 民訓的那間 然後我之前是 在跟她結婚之前 我是當時在進入她那個團體 進入她的團體的時候 那時候呢 那時候我是在那個 北京那個 王毅道的那個學生 她那個 元祥辰那邊信的 可是當時我沒有參與過 參與過文訓 後來在她那待了一段時間 我們 我們倆很快在四個月 就就結婚了 結婚的時候 當時呢 我給她搬家的時候 搬家的時候 她呢 有一個筆記本 我說 要我把這筆記本扔了嗎 她說不行 因為她 她是她的領袖本 把領袖本撐了五個八年 然後我們結婚的時候呢 特別有意思 結婚的時候 她呢 那個第二天的時候 早上起來 她就把我 五點多給我叫醒 我說你跟我叫醒干嘛 她說你得領袖啊 我說什麼叫領袖啊 我從來沒聽過我領袖 她說你必須 你不屬靈 我說家庭是不能成為軍事化 這不對了 然後 然後後來她以前帶我 帶我 然後我就讓我去 然後後來旁邊有一個小教會 常常人走吧 就是那種原因 後來我就帶著一個小教會 去北京的郊區 然後那天早上起來 我們家孩子剛出生不久 大概也就一個月左右 她跪下來四點多 給我禱告 讓我給自己禱告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念過神曲 只是在那個文訓裡面 那幾個月 特別感恩 上帝就帶著我們 然後呢 那個 有一次我說你就別去聚會了 然後她就被我 大概可能出了三個月以後 她就 也就出了剛出滿月左右 她就抱著孩子 就那天還特別冷 她就抱著孩子去 然後在幾天 沒有我就住陣 然後我就講到 講完道之後 後來我們倆回去 因為要走 大概因為我沒有車 就得走 因為平房那邊得走十分鐘 走十分鐘之後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這樣回家 我當時是我先去了 然後我說你別人去了 她後來又要跟著去 去了後來我帶著孩子回去 回去一見那個門 我特別驚訝 因為我們當時租的一個當地的這個 這個也是個樓房 哎呀那個門敞著 而且鑰匙還在那 我和二人走的時候 連關的門都沒關 然後鑰匙還插在那 就在一層 當時我們租的房子是一層 哎呀當時我也挺驚訝 我說哎呀 我說你沒有鎖門 她就 咱們往鎖門了 而且把鑰匙插了 而一層 當時在郊居啊 那是很安全 但是上帝特別保守 哎 感謝主 因為我們一直這樣的一個神 特別帶領 所以說 特別有神的保守 至於我家 畢竟是空間法 神就這一路帶領 可是呢 我們倆今天因為 結婚比較晚 然後呢 就是 出現了張力 就是 就是 有個吵架 每次特別奇怪 每次我們 在敬拜的時候 中天的時候 總是要不是中六炒 要不是中天炒 哎呀 挺奇怪 後來我 我我們家 愛人說奉耶穌基督的名 趕走我 可是我們倆還要炒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是 因為他 這個可能我們 第一在北京 他是在 安靜民民村 和我們之間 他在這兒 他是北標 所以我們之間有 因為我 我是在北京生活 所以我比較安逸 那種 很安逸 對吧 所以我們倆之間 他老一種密集感 老是要跟我吵 然後有一天 那個 我們家孩子已經六歲了 大概 三歲的時候 有一次的說話特別 那女孩子說很有意思啊 一天我們吵架的時候 後來我愛 那個 我們家孩子說 爸爸你別吵了 跟媽媽說 給我找媽媽 找他媽媽 找我愛人太太說 媽媽 他在吵我給他扔到我垃圾桶裡 然後有一天呢 正好我在預備講道 預備講道 然後中間的一個 我要講這個 關於這個 挺重要的一個講道 那一天呢 我們倆就開始吵架 吵架那天吵得挺厲害 吵完之後呢 我們倆之間 我那天特別特別 正好講忍耐 完了我就沒有說話 沒說話了 後來呢 那一天呢 他 他那天 特別奇怪 他輸的特別多 而且輸的特別尖刻 輸的我心裡就是 我那個軟軟的地方 後來我 我就是 我今天講道要講忍耐 然後我就不說話 我就走了 走了之後 我後來我跟他撂了一句話 我說你咱不就別去聚會了 他說你這種狀態 他說你 你不應該去 我說 我說你還是別去了 後來他就 還真沒去 沒去回來 我當時 我覺得還是去教會報 教會釋放 哎呀 那一講起道 在今晚 特別釋放 然後開始講道 想忍耐 想忍耐 我就說 今天 是不是忍耐 後來我就 回家 回家也 後來回家也 談到不安 覺得是不是我阿姨 還得再跟我 敘語道道了 結果一家門 進我家庭的時候 我阿姨特別有意思 我一進家一退 我阿姨還特喜樂 說阿姨你回來了 今天講的怎麼樣 我還行 挺好的 我說你 你怎麼會突然 再說了 他說你知道吧 今天孩子跟我 上了一個課 我說上什麼課 他那個 拿著一個 這個紙條 紙條上面寫著一個忍字 說 媽媽 說你知道 這個忍字 你要有忍耐 那個忍 什麼叫忍呢 心理上有一把刀 叫忍 說爸爸你看走了 不說話了 你知道那個 他的心 被渣 他要流血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在周六 要預備講道的時候 我還能 我掛了一個那個忍 然後我還能看 說爸爸這是什麼 我說這是忍 這什麼叫忍啊 什麼 有一把刀 在心在底下 然後我跟他講 然後他跟他媽說了 而且那天他 他也在那裡 他說咱倆應該拉起手來 一起拍照 那天他要倒放 我下身為改 所以那天給我的出動特別大 我覺得神在我家中 是非常奇妙的 我那天講道 我孩子在為我還有講道 感謝你 我們自帶及時啊 我們其實我們彭老師的心都碎了 他一次次咬著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下面的 講的時候 我都可以講完 你去 好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邵保羅 我知道正道講道 都非常不容易 所以說我提前做了小操 那在今天分享這個大的題目的時候呢 我們最近在做研究的時候 老師一直在提醒說 你們研究的題目一定要小一點 小一點小一點 太大了 你們做不完 所以說呢 我就把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題目呢 縮小在這個師母 這個特別的角色上 那談到師母的時候呢 我要先提到清朝有一個人 叫王國偉 這個人呢 是清朝末期的一個大學者 他呢曾經提到說 當一個人要去做學問的時候呢 你要歷經三重境界 才能得到這個大學問 那第一重的境界呢 是讀上高楼 望近天涯路 這是一個孤獨求學的階段 那第二個呢 是一代建宽中部會 未一消得人憔悴 我現在又是這個樣子 我越來越瘦了啊 那最後啊 宗里勋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南山處 這是智學的三重境界 很多人都知道 那我想用這個來談什麼呢 當我在師母這個角色上的三重認識 因為對於師母 她的角色 她的功能 她的重要性 我也是有三重境界 那第一重境界呢 是年輕時候的境界 那我要讀一段經文呢 是來自於我們中國人的聖經 《論語》 在《論語》的第十七章裡 有一些經文說 為女子與小人 那個啊 因為在座姐妹很高 我不能讀完 但這是我年輕的時候 對師母的真實感受 就說 哎呀結婚太早了 結婚是個最大的錯誤 有個人天天在你身邊嘟囊你 天天在你身邊唠叨你 對你有這個要求 那個要求的 簡直是煩不順煩 我記得那個時候的師母呢 在我的感覺當中 就好像人類啊 沒有退化完的那個小尾巴 把它割掉最好 這是我年輕時候的 對師母的印象 好了到了中年時期呢 然後携手同行幾十年之後呢 對師母的感覺呢 是說哎 這次覺得聖經湾的話對 這個呢 是來自於《创世紀》二章的十八節 耶和华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 幫助他 我覺得配偶呢 就是一個幫助的角色 沒有這個配偶 沒有師母的幫助呢 確實是生活上 和世上呢 都有很多很多的不便 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嗯 上帝造個師母還是有用的 還是有意識的 那現在 漸進老年了 我也年過半半的 那現在特別是在一四年的時候 我對師母的認識呢 有一個新的 進入一個新的認識 這個經文來自於耶利米書 三十一章二十二節 這裡提到說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 互衛男子 哈哈哈哈 那這個經文呢 是有很多的解釋 其實而且對這段經文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其實不是很明確 那英文版的聖經裡面呢 基本上把女子互衛男子呢 翻成是 Compass或者Incompass 那Compass或者Incompass呢 這兩個字的意思都是圍繞 圍繞 那如果我們中文也翻成說是 是一個女子圍繞男子 其實這個意思也不是很明確 但是我覺得和和本聖經的翻譯者 Somehow可能有聖靈的感動 或者是特別的感受 或者是特別的膽大 他們就直接翻譯成了 是女子互衛男子 那現在我從這個經文 我在表達我對師母的感受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個翻譯這個互衛一詞 用的特別的好 因為現在在我看來 師母不再是一個多餘的小尾巴 那咱們甩掉最好 師母對於我來說 也不是說一個幫我洗衣做飯的幫助者 師母是我的護衛 這個護衛是一個什麼樣的護衛呢 我們都知道地球的上方有一個大氣層 這個大氣層是無形的 默默的存在著 當大氣層有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有 而且你不會覺得它重要 你也更不會說 謝謝你大氣層 但是一旦大氣層沒有了 我們這個地球直接暴露在這個太陽的熱光之下的時候 這個地球就完蛋了 如果沒有大氣層就沒有氧氣 就沒有水分 地球就會沒有生命 那我現在要說的是 師母就是我的大氣層 它好像是默默無聞的存在在你身邊 好像是不那麼重要 但是它的祷告 它的愛 它的守望 它像一個大氣層式的護衛 在14年的時候 我在彼得堡不是 師母呢 因為媽媽的身體呢 留在中國照顧 那我一個人住在彼得堡 OK 我是一個生活自力能力很強的人 洗衣做飯我都可以做的 但是當師母不在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你是暴露在各樣的試探 誘惑危機 無論是你的情感 無論是你的靈性 無論是你的心思和意念 好像就失去了那個大氣層的保護 直接暴露在各種的輻射 暴露在各種的有害的射線 暴露在各種有害的誘惑和試探上中 你整個的人會發現 以前生活裡面沒有的事情 在那個時候全部都出現 在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 原來師母不單單是你的幫助者 而且他圍繞在你的身邊 他的存在就像是一個大氣層對地球 他在維護著你 在無形當中 他已經為你遮擋掉了多少的危險 多少的試探 多少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對師母的認識到第三層 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所以說師母就像大氣層一樣的 在環繞著我 在默默的保護著我 所謂的牧師有一句名言 說在牧會的工廠上 牧師的重要性只佔49% 師母要佔51% 那我現在的體會是 師母是我的大氣層 如果沒有師母 我就整個就完了 Totally lost 所以藉著這個機會 我今天特別也要求我的師母 來到我們中間 是要當面告訴他說 謝謝你我的大氣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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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我們博士班的同學 一起來為大家唱這首詩歌 我愛 我的家 我和我的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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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遍唱華語 第二遍唱台語 我們紀念 吳正道是台語起家 然後第三遍再一次唱華語 歡迎大家第三遍的手 跟我們一起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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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家 是王爺和華 是求主的旨意 完全地超大 他使我的主 奴義的轉生 天下相哈盡 他愛 讚美耶和華 他是念將當明 掌喚著大體 他是你把武 上司任兩世 不論何重慈喚 膽膽心靠嘆 我和我的家 是風也和華 我家 我的祖 黑色野無華 掌喚著的心 以後義來人組 祢是我的主 同意的兄弟 全非允议见 来 孤狼 颜佛王 祢为祢祢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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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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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下团结构 道路我故意 我告我悲出 佛塞亚佛华 我和我的家 是梦言和话 寻求主的旨意 完全依靠他 他是我的主 主义的真相 全家向他敬拜 赞美耶和华 他是天将干领 搅拌着大体 他是提报 无辜 上司任两世 无论何种惊慌 淡淡心靠躺 我和我的家 是梦言和话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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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